一早医院的筛检站来筛检的人数依旧满额 从5月15号开始 国内的快筛PCR检验量达到高峰 台湾在5月中旬本土疫情大爆发之后 除了升级三级警戒也启动快筛 尤其在双北地区是广设站点要揪出感染者 而在疫情的下半场 我们要靠的救世快筛以及疫苗 才能够控制疫情 我们台湾做得足够吗 依照数据上看在4月之前 台湾每天实际的检疫能量 大约是2000份检体 追着本土疫情升温 目前公告的检疫能量 一天约16000份检体 最高来到18000例 而相比邻近的新加坡 已经达到一天8万以上的筛检量 而欧美国家的统计 纽约市在疫情最为严峻时 也飙到一日10万的筛检量 台湾似乎追赶不上 这个流行区 透过筛检能量的提高 去把隐藏的这个 这个被感染的这个个案 要把它找出来 事实上现在核酸检测PCR的话 之前在还没有 在这个大规模流行之前 大概一天就是12000到15000之间 但是现在其实每一家医院 都不断的在扩充 它这个核酸PCR的检测能量 全台湾应该可以超过3万以上一天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在筛检量不够高 疫苗又不足的情况下 台湾能够有效控制住疫情继续扩散吗 全国三级警戒控制人流 确诊人数维持在数百人 但面临的另一个危机 是死亡人数不断升高 截至6月6号 台湾新冠肺炎死亡案例 一共是260例 死亡率约2.4% 高于全球的2.16% 原因出在哪 大部分60岁以上长者 就占了很大一个数目 那根据我们的统计 大概有36.8% 都是60岁以上的这些长者 里面80%以上 都具有一些慢性病的一些问题 接下来的一波的确诊者 我们看像最近来讲 很多就是像移工的确诊 部分都是年轻的 那他们加入到这个母树以后 再过一阵子 那这个死亡率就会慢慢会下来 因为确诊者的年龄 如果说是比较小的 当然他之后重症跟死亡的几率 就会比较低 从2020年开始 全球饱受疫情摧残 但台湾就像是处于平行时空 能够随意出门 甚至国内旅游 过着正常的生活 不过其实在这一年之中 国内也曾一次次出现危机 我们之前一直做的就是 不是要零失误 我们是要零失分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社区 我们都同意 有一些隐形的隐形 我们不是零失误 我们都同意有零星的隐形 但是只要没有造成 之前都没有造成失分 那我刚刚说过 不造成失分的因素 可能就是 大家维持得很好的带手术 然后是不是病毒株 确实也有影响 那时候传染力没那么强 台湾在上半年的防疫十分成功 因为我们就是成功的 从边境的围堵 还有就是通过这种 个人式的这个疫调 在下半年 因为目前我们面对的 整个疫情的环境 已经不一样 那我想就是说 在下半年的 下半场的这个 防疫作战里面 应该要把筛检 跟疫苗这两个方案 一定要纳进来 我们台湾旅旅在危机边缘 成功挺过 上半局防守的好 下半局恐怕是要改变策略 主动初级疫苗裁减 都是最佳攻击利器 才有机会战胜病毒 TVBS新闻号 郑森 刘军台北 采访不到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